同学们将厚厚一束道杆分骨编织 再拿锤子敲打 原本是农业废弃物的道杆 如今在同学的巧手之下 将摇身一变成为带有祝福意义的祝联神 这场体验课程不仅相当有趣 也重新翻转农业废弃物的命运 我们呢就是把他们盗里剩下的一个道杆 它算是农业废弃物 那其实它通常都是直接丢掉 或者是没有要使用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农业废弃物呢 回收之后重新回来做成 我们的一个DIY的商品 就是透过这个体验设计的部分 让学生他可以知道这些农业废弃物 它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附加价值的 然后也让这些体验的过程中 让大家认识到农废的这个问题 让原本仅能够绞碎当堆肥的道杆 重新赋予新生 创工设系的学生 进驻苗栗的鲤鱼社区 进行预约杀计划 摄取种植稻米为主要产业 取材日本新年都会挂上筑联神 希望带来祝福 将社区中的道杆设计成 助联神手作体验包 让体验的同学觉得很新鲜 这个体验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 之前也没有体验过 如果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这些的话 可以带动当地的观光之类的 也可以让儿童去了解 就是农业废弃物质可以这样利用 它其实还蛮简单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然后要注意的是它道质是比较干的 所以要让它湿润 就是要有一点作强 象征平安幸福的祝联神 不仅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 更提升了农业各种的附加价值 体验课程不仅让学生认识农业废弃物 了解到如何设计DIY课程 透过创意小巧思就能够创造新价值 接下来引擎庄强台中情报报导